大家好,我是刘姐 说到新加坡这一点的好啊 又要被骂了 当然了,可能我们国内也是有很多的人会这样做 但是我也是通过聊天嘛 应该有跟七八个本地的大哥大姐们聊天啊 就是从他们的口里啊 就是讲到了关于就是子女的一些做法 我是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好的 他们是这样的 好像参加工作的子女啊 通常会给父母每个月寄钱 工作好的就是可能会有七八百啊 有五六百啊 工作不是太好的 会给个两百来块钱这样子 我是有问过他们有最少的一个说是给两百 最多的也有给到七八百这样子 可能我们内地的网友也是又喷了 哎呀那么点钱算什么 我每年呢给我父母几千啊几万啊 这一点我也承认就是 孝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 对吧 这个作为子女来讲 孝顺父母这是一种善心 也是一种感恩的状态度 但是呢就是我赞同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在我还是女孩子的时候 还没有出嫁的时候 我曾经跟我的哥哥们开玩笑啊 我说我妈如果我们每个月一个人两百啊 一个人一百我妈有六百 一个人两百我妈有一千二 那一米呢 这样子挺好 当时其实只是脱口而出啊 但是我到了新加坡才发现 他们这边的子女都是每个月给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样每个月给老人啊 第一防止诈骗 对吧 因为如果是一一 你一次性一年 你说哎呀我回家给他个一两万啊 一万啊八千啊 这个钱你一次性给到他的时候 他肯定是放在哪里或者存起来 有一些什么理财呀 什么诱惑老人的健康项目啊 哎他反正存着那些 他一下子就就拿光了 就这样就会被别人骗 嗯 还有一点就是 你一个月给他一点呢 他可以用 用了以后呢 他自己觉得 哎我这个月我的孩子给我多少 我自己收入有多少 那我要用多少 我觉得他会有他的规划和计划 哎这样很好 就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看到我视频国内的朋友啊 如果你们经济可以的话 也建议你们是每个月给父母 每个月给父母让老人呢 会有一种哎 领工资的感觉哈 反正每个月几号我的孩子们会给我钱啊 我可以计划这些钱去旅游啊 去买什么东西啊 我是觉得会有让他们有这种感觉了 如果你们每到过年啊 过节呀 才会给 那老人家也会 就期盼着那一天 那平时的话 呃 对吧 除非他真的很需要钱 会开口问你要 其实 作为父母来说 很少很少有主动开口问孩子去要钱的 第一 有的父母是通情达理的 他是觉得孩子们在外面也不容易 呃 所以他不会要 他有可能就是说呃 自己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去挣 他也不会去问你要 这个是我的感觉啊 说这些我也是很惭愧了 因为 我 我自己也是 呃 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个在国外啊 汇款也难 然后呢 我觉得这种要家庭会议来讨论会更好 呃 对 我是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错啊 所以呢 大家呢 就是 呃 也 我是感觉到是很好了 还有一种就是 就是关于这个 夫妻AA制这句话出来 也更要被骂 好 因为这个 夫妻AA制就是老公挣钱 老公管 老婆赚钱 老婆管 那开支呢 就是肯定是 老公多拿 对吧 这个也是他们这里 比较普遍的 我觉得在我们内地 这样也可以啊 因为他这样的话呢 因为很多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网上被 被诈骗的太多太多了 就是有一些家庭主妇啊 在家里没事 那老公的工资又全部交给他了 所以呢 他有事没事就在家里 呃 就是 什么做什么 被人家蛊惑啊 做这个赚钱 做那个理财赚钱 做这个什么赚钱 结果就全部被骗了 那如果是夫妻双方分开存自己的钱 那骗的是你的钱 老公的钱还可以维持生活 呵呵 我觉得这样是不错的啦 可能被这个视频被骂的是最多的啦 大家也可以跟我参与讨论 有的人说啊 老公赚钱都留在身上 呃 他会怎么样 哎呀 其实说心里话 你看到普遍的 大部分被骗的女同胞啊 有很多可能就是自己 比较当家做主 或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那老公呢 挣钱都给他保管去存 那结果一被骗 那等于说全部家当都掏空了 这是很悲哀的 这这当然了很多人会反问我啦 我是一直以来都是都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赚钱的 我只是把好的东西跟大家去讲啦 也不一定我讲的都是对的 对不对 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一起探讨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里 大家都要文明的去讲话 对吧 不要去为了自己的心情去 在网上胡说八道 那样就不好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啊